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200老师 接下来要为同学介绍 灰阶上色法 什么是灰阶上色法呢 这个就是拜电脑之刺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传统的黑白照片 我们也可以把它改成彩色的 这就是新的一种上色方式 怎么讲呢 就是你在上颜色的时候 你可以先不管颜色如何 那你就先画好明暗 就像树苗一样 把明暗画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再把颜色给它上上去 这是看个人习惯 那老师是喜欢直接就上颜色 那如果你要先画成黑白再上颜色 也是可以 那老师就顺便介绍一下 你看哦 本来是这样的嘛 画好之后呢 那我先把它改成黑白 改黑白之后呢 我们又再把颜色给它上上去 比如说我们要上皮肤色 我们不能直接给它涂在这个 这个黑白这个涂层 就改一下好了 改成灰阶 哇 打不出来 灰阶 好 我们不能直接刷在这一层 我们要 因为你刷一层 就把它毁了 好 好 我们再新增一个涂层 那呢 我们就给它涂上去 诶 早记得啊 这个笔筒 笔刷余设计这边 你要不要先把它调好 笔刷动态 笔的压力有没有 转换这边呢 笔压有没有 一定的话有 好 你看 你给它画上去 对 没有任何效果 只把它涂掉而已 所以怎么办呢 好 刚好我们这边有 我们涂层这边 诶 这边 在这个地方 它有个正常嘛 正常就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呢 我们给它 诶 覆盖 诶 诶 你看 就是说 诶 这颜色给它覆盖上去 那刚好底下的 那个 黑白 也会同时的显现出来 所以呢 我们只要 记住 就是覆盖 然后呢 我们再给它上 我们要的颜色 哇 你看 诶 哦 你看 好 瞬间 黑白 变彩色 好 那我们大头一点 枕头给它下去 好 当然 你不能 你还是要一些 颜色的变化 你不能 稀里呼噜 就这样一个颜色 上上去 好 知道吗 好 诶 我们给它 变化一下 好 比如说这个衣服呢 我们给它 变化一下 好 好 头发 你可以先用同一个颜色 好 同学就是说 可以先用同一个颜色 刷 哇 这样就太黄了 不行 诶 慢慢调配 调到你要的颜色 然后呢 背后的颜色 背后我们也不要给它那个 那头发呢 我们修回来 好 边缘这边 修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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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眉毛 我们也要给它修回来 好 就是 反正就是说 我们用这个覆盖的效果 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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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眼睛 眼睛呢 那我们就给它 哇 蓝色的 蓝色的 不太好 接近色系一样 这个要注意哦 注意到它的范围 太红也不好 好 所以咧 我们还是 稍微修正一下 然后该按的呢 我们再按一下 好 就在这边 诶 好 可以直接 好 下面一些 然后再按一点 好 它自己 不要太暗了 不然我们就给它 关掉看看 正常 哇 呵呵呵 好 这边 因为颜色太深了 看一点点 然后这样 这样我们就轻便检验一下 好 覆盖 诶 好多啊 好 这边呢 太多了 好 好 好 这边 嗯 稍微再加 好 然后这边 再深一点点 深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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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这边呢 反正 跟我们一开始在上的就不一样 跟我们一开始在上的就不一样 好 那里面呢 不要看 加一些紫色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细修的问题 好 诶 好 就要修过来一点 修过来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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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边 好 诶 诶 诶 这个要保留好了 放在下面 那上面再用这个 好 大致上是这样 好 那同学呢 你就记住 覆盖这个步骤 那你可以先 好 画好黑白的 然后我们再把颜色给它加上去 就这样加上去 这是一个新的 新的时代 新的一个 创作方式 好 提供给同学参考 好 好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